大家好,我是Mia,一个喜欢植物的北美党工人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我Propagation Station的setup 和我植物急救中心的生态 我养植物的逻辑是思考这些植物的老家在哪里 和大部分植物的生长规律 首先大家可以想到 大多数植物是在春天发芽,夏天风口生长 在这两个季节,显著的变化是日照一变增强 和温度一变升高 而对于我呢,我大多数喜欢收集的植物是热带的 所以对它们来说呢,它们也很喜欢寿司的发芽 所以呢,在设计我植物急救和植物感应的中心时呢 我就会主要给它们提供它们喜欢的温度 湿度和光照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这个植物架上 最上面是有一个植物灯的 因为夏天的冬天几乎就没有日照 所以这个补光灯给它们带来一定的光照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层架子 就大大小小的小箱子,小罐子 大部分是封闭的 这样的话,它们就可以移到一个潮湿的环境 因为植物自己会蒸发 呼吸容器中的水呢,因为下面的加热也会蒸发 它们困在这个容器中 所以里面的湿度几乎是百分之百的 然后在我这层架子的最下方 是一个预种垫 是一个加热的垫子 它呢,有一个控制器 我可以设置温度 我现在设置的是30度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在这些容器的底部 它们的温度一般都是保持在30度 然后上层可能会有一些热水池 所以整体会维持在20度 我自己的客厅室内温度呢 大家可以看到是21度 温度还可以,植物不会冻死 但是对于热带植物来说 可能不是它们最喜欢的问题 所以就是这样的条件 是这些繁殖的植物 和状态不好的植物 比较喜欢的环境 在这里主要是指 我比较喜欢的热带植物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内容的话 请关注、点赞、收藏、转发 这样我会更有重力给大家 更新我的植物成长日记 和一些我的经验教训 谢谢大家